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這次的嘉賓繼續有郭Sir 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全日的大市表現 郭Sir 你好 你好 我們先看看今天大市的表現 隔晚的美股下錯 道指跌了200點後 見了一個月最大的單日跌幅 港股連跌兩日曾經下跌400點 今早早估額未停 恒指已是下市50天的移動平均天線 恒指今日低開162點 早段更加跌超過200點 跌幅一度收窄至104點 見23,444點的半日高位 港股下午時份稍微上回上午的低位 暫時最多跌281點 見23,267點 最新是報23,352點 下跌195點 大市的成交額暫時有623億 恒指今次會否失手50天線的機會很大呢 其實50天線的重要性 我想現在這一分鐘 大家不要提輕 但都不知道 就算跌穿50天線 並不是代表大市會進入一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我們理性點去提 由19,662點 當日是6月24日 經過12個星期升到9月9日的高位 24,364點 恒指累積升幅已經4,702點 之後就進入一個所謂的正常消化和整固 但直至到現在這一分鐘 所謂的正常整固和消化 最低的那一點 都是去到9月14日的低位 23,155點 即是在24,364點 去到23,155點 這12009點的波幅 一直跨著整個大市 我的意思就是不跌穿23,155點 根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10天又升 20天又升 50天每天都升 如果再下去的話 是必一定撞穿50天線 因為50天線已經去到23,170點左右的水平 其實一跌穿50天線 是必會下市23,155點 如果這樣的形態出來 只是代表大市由高台下來的調整 仍然處於一個正常的消化和整固的形態之中 很早前已經說了 升了4,702點的股市 如果回吐三分之一 其實見一見22,796點一點都不奇怪 升了4,000多點跌三分之一 有何這麼奇怪 但事實上現在只是跌了25% 不過當然知道 整個大市氣氛由9月9日到現在 已經步入第五個星期 早前我在分行也說了很多次 其實我說的時候還是7月份說的 我就說大市的中期升浪 大概有10到12個星期 之後就會有3到4個星期消化和整固 最終市真的升了12個星期 其實數下來不止3、4個星期 應該已經第五個星期了 很多時候這些所謂整固、消化 要視乎環境、氣候、各樣因素 有時候會多1、2個星期 絕對不出奇 但最重要是整個浪 會否仍然維持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這點很重要 即是消化整固過後 市會慢慢慢慢向上走 而且等機會發展新一輪的中期升浪 這對後市來說是很重要的 反過來來說 如果大市經過一輪的中期升浪已經升完了 往後就會持續反覆 甚至會不明的話 這根本上就不是大方向的格局 事實上我對後市的看法我仍然沒有變 我認為整固過後 市是會等機會再進一步發展新一輪的中期升浪 謝謝郭Sir 和你跟進一些今天的焦點板塊 內銀股方面的表現 野村降低了多間的內銀股評級 目標價和評級 將建行的評級下調至中性 同時都將農行、交行、民行的評級 削減至減辭 重新行業首選是公行 因為內銀股中最具防守性 所以就急於買入 目標價6.9號以為止不變 今早早其實內銀股都受壓 農行下跌了3% 報3.27% 交行就下跌了差不多 3%報5.78% 民行都下跌了1% 報8.77% 公行現在報4.81%下跌了4% 內銀股的前景方面 是否受到近日相關消息不利而影響 其實消息一直以來都是一般的 包括懷賬覆蓋率有機會進一步上升到2% 至少至2.3%至2.4%至2.35%至2.3%至2.4%至2.3%至2.4%至2.3%至4.4%至2.33%至4.3%至2.13%至2.33%至2.3%至2.35%至2.35%至 galera 所以升到最尚尾始終不會留下中宮建的三者 因為恆指成份的比重加起來有16.08% 其實比重是相當高 所以我對內銀的看法 在技術上我不會看得太淡 因為看好後市沒理由看淡內銀 這很簡單 恆指成份比重不高 但實際環境是怎樣 外壞漲的撥比仍然有機會絕對提升 但大部份內銀股價一直處於比較低的水平 如果看往績 很多都是五倍、六倍、七倍的市盈率 如果息率維持得到 更加有五里甚至六里的股息 但今年上來會否減少派息 我不知道 但就算減少也好 六里最多沒有六里也有五里、四里半 所以 仍然有一定投資的價值 況且現在內地經濟雖然是不明 但如果能夠慢慢慢慢軟著陸系回軟 甚至輕輕走好一點 未來的季度外壞漲撥比 是有機會 在最壞的時間慢慢逐步有所改善 撥比而已 不是真的蝕了出街 到市道改善 營商環境 走上去 慢慢逐步有所改善的時間 撥比的一般來說 是會有回撥的 事實上來說 這個可能要到 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我們才看到 但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像建行那樣 由4.31 升到近期的高位 6.1元 升了每股 1.7元 相對4.31元 1.7元 等同升了30%多 有少少消化 有甚麼出奇 至於行業當中 最看好的是 工行 我沒有太多意見 因為中工建這三隻 其實我一直都是看好的 謝謝郭Sir 和你跟進一些焦點股份 有幫保險 這隻1299 有幫保險 就說到 今個星期五 會公佈第三季的業績 市場預期 這個公司的新業務的價值 可以增長超過兩成 根據統計 今年上半年的 內地訪客新造的 補單補費 就有301億元 較去年的同期 是上升了1.17倍 有幫就會因而受惠 市場都預期 這間公司 內地的業務的增長 會是更加顯著的 不過看回今日的股價是下跌的 有幫保險暫時下跌了 差不多百分之一 補52.7 現在都下市一條20天線的了 他的接下來的走勢會不會 都會繼續偏遠呢 沒有辦法的 有幫行資成份裏面 佔比重第三隻 最大當然是匯控 有10.300% 第二隻是騰訊 有9.99% 有幫有7.93% 一點也不少 市況反覆的話 有幫作為行資成份股 第三隻 不可能不受影響 不過如果提到 新業務的增長 其實來說是相當不差的 尤其是人民幣 持續有貶值的趨勢 資金真是有往外跑的 傾向 來到香港 賣一些售險 作為一個 投資之餘 亦都是作為一個保險 其實我相信 往後 仍然都會持續 講基本面來說 就真的不差 當然 以市盈率計 以往值30倍來說 現在的股值就不算便宜 不過只要新業務的增長 業績交出來是量例的話 30倍勝率可能也降回 二十幾倍 一直股份在一個增長的 形態當中 市場容許市盈率的估值 略為高跌 這日兩日股市的下跌 作為恒指成份股的友邦 很難獨善其身 但是 一二十篇的失守 其實沒有太多意義 最重要是 整顧消化過後 下一個階段的市況 是發展一個新的中期升浪 還是出現一個中期跌浪 這才是最大最大 也是最關鍵的問題 我覺得 發展成為一個新的中期跌浪的機會 似乎應該都不會太高 謝謝郭Sir詳盡的分析 和大家跟進大市最新的表現 恒生指數最新是下跌182點 到23,366點 國企指數下跌152點 到9,652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652億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稍後見